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字幕生成工具 Py Transcriber 下載安裝 及使用 下載的部分 點進去這個連結 那這個地方是版本 它有分 Ninux Mac Windows 然後Windows又有分 Win7 Win8 Win10 這個地方你要區分一下那個作業系統 那接下來Windows又有分 安裝版 跟免安裝版 那這個地方是建議大家下載 Poltable 這個單字就是 免安裝版的意思 它的 副檔名是 點zip 壓縮檔 你就找那個 免安裝版 下載 因為免安裝版是比較方便 你不要用的時候就移除掉就好了 安裝部分 下載回來之後 這個 使用 壓縮工具 解壓 解壓縮 確定 解完之後 去掉 中線跟點 在這上面 滑鼠右鍵 重新命名 那這個太長了 去掉 去掉點 資料夾的名稱 只要 資料夾的名稱 用英文數字 用英文數字就好 避免絕對路徑 出問題 接下來是 減下 檔案總管 左側 文件 然後把它貼上 我已經弄在這裡 在這邊 這邊 這裡面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執行檔 那這個 FFmpeg 點 exe 這個是 編解碼器 因為 MP4 及 NKV 影片 裡面的 音訊軌道 都是使用 AAC格式 需要用到 這個 做解碼 那 這邊有一個 修改日期 看一下這個修改日期 檢視 詳細 資料 如果那個版本是比較舊的 你可以自己更新 那就參考一下這個連結 裡面 然後 把 subtitle edit 字幕編修工具 到這裡面 它有一個 FFmpeg 的資料夾 然後將它複製 複製 這邊複製 然後貼過來這裡面 負製貼上 把它更新一下 取代掉 這個更新的作業就完成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請參考一下 文字敘述這邊 自己研究一下 那你不更新其實也是OK啦 你要更新一下這個FFmpeg 這個 EXE 編解碼器 那你可以自己 那你可以自己 參考一下這邊的文字敘述 弄一下 使用教學 那這邊建議大家 將副檔名顯示出來 檢視切換為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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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A這個 點擊一下這個執行檔 PyTrans Greiber 這個執行檔 這邊有一個 Select File 這個 就是選擇檔案的意思 那接下來是指導要處理的 音訊軌道 的那個檔案 我放在影片 這個 那注意看一下這邊 他能 處理的檔案格式 MP3 MP4 WAV M4A WMA 注意一下 是這些檔案類型才能處理 那這些是屬於 那個音訊軌道的 開啟 那這個是輸出 輸出的地方 輸出要放在哪裡 那預設是放到桌面 那個desktop這個桌面 那不需要動 不需要去動這個 Audio Language 那個 音源的語言 向下拉 或者是滑鼠中間滾輪向下滾 看到一個 ZH 中線 TW這個 那個 Chinese Traditional Taiwan 這個 切過來 切換到這項 好了之後接下來 點擊一下這個 這個按鈕 那個 Transcribe Audio Audio Transcribe Audio 按下 那就開始處理了 這個工具非常的好 大幅的 減少 處理字幕的時間 超棒的 他就把那個字幕跟 時間軸 這個字幕就在這裡 那我們要的是SRT那個 因為他是包含字幕跟時間軸的 影片這裡 那這個是在桌面的 打開之後這個SRT這個 我們把它剪下來 貼到要處理的地方 這個就是 打開一下 這個是SRT的 時間軸 字幕 那這個是 那個 索引序號 後面就是使用subtitle subtitle edit 打開 有了 在這邊 那接下來就是做 字幕校對 時間軸校對 請參考一下這裡面的說明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有新的那個 範例的話我會陸續的補在這裡 這一些都可以看 那 那時間軸校對 字幕校對 非常的花時間 大家必須 保持耐心 因為 你的影片 加上字幕 好處非常的多 只是 在字幕的處理上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大家必須保持耐心 大家必須保持耐心 圖文的說明頁面 這個連結 貼在 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 就到這個 圖文說明頁面 因為有些圖片文字要參考 還有 還有連結要點擊 點擊訂閱按鈕 可以訂閱一下 這個頻道 點擊顯示完整資訊 裏面有個 斗內贊助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斗內資金給我 贊助資金給我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教學